《九江峰》是一个 老实告诉你 是一个台湾片 不是 九江峰是一个年轻人的戏舞 我觉得几乎在每个年轻人的成长的过程里面 必必然有一个是你 他是讲一般年轻人怎么种好朋友 变成大家后来互相 大家不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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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人的成长一个过程 我自己挺喜欢这个故事 因为我觉得很多角色都代表我的朋友 也有一个可能是我 年轻人应该会喜欢这个戏 因为我们看电影就要带路 这个戏很能讲到年轻人点的什么 你看我后面那么多鞋子知道 我是一个卖体物品的一个学生的爸爸 其实戏不在我我只是客串而已 但是讲我平常没太大关心我的孩子 但是当他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就在身边想了解他的朋友 这么一个爸爸 明导演当然也是我自己挺心想的一个导演 因为一开始我先是看到这个本子 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后来就知道是领导演的那个编剧一起录 然后就看他以前的一个短片作品 看完我自己很喜欢 我就觉得这个戏 他来发应该很合适 有个代表的时候已经知道 原来他已经把所有的新闻都造好 还应该跟他们生活了半年 以后呢就每一个演员他们的角色都是一个一个去跟他们去讲 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一生人的故事这样子 然后他们去了解以后 互相认识变成好朋友了 才开始再拍这个戏 我觉得这种导演真的是很用心去拍这个戏 来下午一次演员 感谢我可以见 end